张天师的传说 张道灵字腐汉 生于丰县阿房村 金江苏徐州丰县 是张良的八十孙 他身长九尺三寸 浓眉大脸 红顶绿眼 鼻子高挺 眼睛有三个角 垂手过膝 有浓密的胡子 龙行虎步 十分威武 汉光武近五十年 生于天目山 他母亲梦见巨人 自称是魁星下将 身穿锦绣 并且拿了一只奇花给他 他母亲接过来就醒了 只觉得满是一香 整月不散 由此感应而怀孕 张道灵诞生那天 有黄云笼罩在房子上 紫气弥漫在庭院中 房间里光滑如有日月照耀 并且又闻到梦中的一香 久久不散 张道灵字又聪慧过人 七岁就读通了老子道德经 天文地理和图洛书的无不通晓 十五岁时 张道灵独自一人到山中游玩 正行走时 忽然发现前面有只狐狸躺在路边 走近一看 这只狐狸眯着眼睛 浑身散发着酒气 似乎是喝醉了无法动弹 张道灵恐路过的人 伤害这只狐狸 就把她抱到 离路较远的僻静之处 拔了一些茅草 盖在狐狸身上 然后才离开了 一年后 张道灵进山游玩 呼吁一妙龄女郎 年约二八 号指珠唇 杨柳细腰 婀娜多姿 貌美如花 肌肤四血 仙姿绰约 美丽异常 女郎非常热情地邀请张道灵 去她家里玩耍 张道灵欣然接受 跟随美女前行几里路 来到一个山洞里面 洞内齐花一草 心香扑鼻 美女奉上鲜茶鲜果 美酒佳肴 让张道灵品尝享用 一煞时 鲜月飘飘 女郎起身随月起舞 舞步轻盈 鲜美飘飘 一双水汪汪的迷人大眼睛 明眸善赖 寒情默默地不时望向张道灵 秀发飘逸 楚楚动人 英格厌恶 苏兄高耸 华之乱颤 只看着张道灵把持不住 两人颠乱捣缝 欲仙欲死 共赴乌山 这样张道灵在洞中 与女郎共享雨水之欢 百日后 女郎说我原本是山中 修炼千年的狐仙 那日去摇池 父王母娘娘的盘讨厌 贪杯喝醉 嫁不得云醉倒在路边 幸与张狼搭救 使我远离祸患 张狼与我原有先缘 尽我大恩以报 我们的百日姻缘已满 狼君可返家 谢武再来此处找我 张道灵告别女郎回到家中 过了月雨 每日常常想起 与女郎的雨水之欢 魂牵梦绕 忍耐不住 忘记了女郎临别时的告诫 竟不由自主地 又往山洞寻找妙龄女郎 来到洞口 妙龄女郎又热情出迎 显得比以前更加妩媚动人 勾人魂魄 二人又是一番云狱 交警而眠 这样日日乌山云狱 夜夜声歌交欢 过了月雨 张道灵感觉身体大不如从前 精神恍惚 免罚无力 却说那狐仙自与张道灵耐日别后 驾云返回天庭 重裂先般继续修炼 一日忽感有意 掐指一算 不好 张道灵有难 急忙驾翔云返回山洞 原来山洞里面 变作狐仙模样的示意蛇精 日日吸取张道灵圆阳 以增加修为 真狐仙倒在洞中 施展法力诛杀蛇精 又运法力注入张道灵体内 就好了张道灵 说你本有先缘 英勤家修炼 可成正果 切不可贪恋欢爱 陷入迷途 幸亏今日我来得及时 不然你必被此蛇精所害 张道灵遂往苏州玄妙观修习道法 经数年修炼 修得五雷神法 可强妖除魔 施云 寻圣清息去 仙家子丈东 曾居回阁道 翠剑接天宫 白石封金顶 香泉隐玉桶 双流黄日外 万景绿严重 重要开心境 栽花磅骨丛 竹人云作伴 拜克贺如同 清俭平原县 丹沙老葛红 玄关更何许 畅旺以松风 张道灵后来被选为 贤良方正的官 然而虽然做官 而他却正在修道 不久就隐居到北丘山里 有一只白老虎贤神符 送到他坐他旁 汉河帝曾经赐他坐太妇 并封他为季县侯 三次下诏 他都婉拒了 他后来到了四川 爱上四川的山明水秀 于是就隐居在鹤明山上 山上有只石鹤 每次一叫 就表示有得到的人来了 不久就听见神鹤的叫声 顺帝年间某夜 太上老君降临在他住的地方 授给他雌雄剑何许多福 要他诛灭横行四川的六大鬼神 张道灵精修千日 练成了种种降魔的法术 不久八部鬼帅各灵鬼兵 共一万数危害人间 他们带来各种瘟疫疾病 残害众生 张道灵于是在青城山上 设下道坛 明中寇庆 呼风唤于指挥神兵 和这些恶鬼大战 张道灵站立在琉璃座上 任何刀剑一接近 他就立刻变成了莲花 鬼众又放火来烧 真人用手一指 火焰又烧了回去 鬼帅一怒又招来千军万马重重包围 不要真人用丹笔一画 所有鬼兵和八大鬼士 都纷纷叩头求饶 但是他们口服心不服 回去后 又请来六大魔王 率领鬼兵百万 围攻青城山 张道灵神贤弃定 不为所动 他只用丹笔轻轻一画 所有的鬼都死光了 只剩下六人魔王 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只好叩头求饶 张道灵再用大笔一挥 一座山分成两半 把六个魔王困在里面 动弹不得 于是魔王只得答应 永世不再为害人间 东汉环帝永兽元年9月9日 在四川赤城瞿亭山中 上帝派遣使者持玉策 封张道灵为正一真人 他在飞升前 授给长子恒斩席二剑 叫他要驱邪猪妖 左国安民 事事由一个子嗣 来继承他教主的地位 嘱咐完毕 张道灵就和弟子王长 照声三人一起升天而去 而他所创立的道教 一直在民间传到今天 由于他规定入教者 需教五斗米 因此也称五斗米教 张道灵晚年时 曾感叹地说 精通五经对炎年易寿 没有一点用处啊 就开始热心研究长生之道 他得到了皇帝的九鼎炼丹秘方 就想照着秘方誓言炼丹 但炼丹的要是非常贵 张道灵家非常穷 要想致富没有门路 种田放牧又不是他的专长 干脆就不干了 他听说四川人淳朴 容易接受教育点化 而且四川名山很多 就带着弟子去了四川大族县 进了贺名山 写了二十四篇论述道书的文章 都是他苦苦思索 修炼真谛的体会 有一天 忽然有神仙从天而降 他们成千上万 或乘车骑马 或驾龙骑虎 数都数不过来 神仙中有的自称是驻下驶 有的自称是东海小童 先人们把太上者军新出的 正义名为秘录 和正义法文传授给张道灵 张道灵从这两部经卷中 得到了治病的先方 于是百姓们都聚在他身边 求他治病 拜他为师 弟子成千上万 于是张道灵在弟子中 设立了祭九的官职 以管理弟子们 和政府的官职称谓一样 他还叫弟子们 按照需要轮流角纳米粮 器具 纸笔 柴草等东西 派人修整道路 不参加修路的懒惰弟子 张道灵就让他们生病 县里本来就有很多桥梁道路 需要修复 但一直无人过问 现在张道灵一号召 百姓们争先恐后的 清除道上的野草 青蛙堵塞的河道 有些愚昧的人 不知道这些事 都是张道灵受益的 还以为是上天的旨意呢 张道灵还想唤起 人们的廉耻心 以此来管理众人 他不愿意动用刑罚 就立了一条制度 凡是有疾病的人 都要把自己 有生以来犯过的罪过 写在纸上 然后扔到水里 向天神发誓 以后永不再犯 再犯就必死 于是百姓们 都记得不能犯罪 犯了罪的就会生病 生病时 就要把自己的罪过 都交代出来 这样做 一是为了使病能痊愈 二是由此产生羞愧心 不敢再犯 因为惧怕天地神灵 而改过自新 由于张道灵除魔去病 救活万人 百姓都跑来追随他 拜他为师的一时 竟达好几万人 张道灵就把他们组织起来 并且定定律令 分配职务 交给他们道理 劝他们努力行善 就这样慢慢成立了 道教团体 而张道灵本人也就名副其实地成了道教的祖师 从张道灵实行了这个办法后 凡是犯过罪的 都恶向善了 张道灵也因此得了很多财物 用这些钱财 去买炼仙丹用的草药和史料 终于把丹炼成了 丹炼成后 张道灵只服了一半 因为他不愿升天 这时他已能用分身术 把自己分成几十个人了 张道灵的门前有个水池 他常乘船 在水中游玩 而他的道友和宾客 多得挤满了庭院和街巷 他就用分身术和宾客们谈话应酬 而他的真身还在池中游玩呢 张道灵治病 大多是采用黑白阴阳 相生相克的原理 根据具体病情 对药方进行改动变化 灵活运用 但总的还是和仙人传授的药方相一致 他常对人们说 你们大都贪恋尘世的欢乐 所以不能超脱繁俗 所以更需要用我炼气养精的方法 来控制男女之事 再配合着服饰草本 就可以活到几百岁了 张道灵有一个最重要的秘方 只传授给了王长一个人 有一天 他说应该有一个从东方来的人 这人也应该得到秘方 这个人应该在正月初期的中午 到张道灵这儿来 张道灵事先说了 这人的面貌身材 到了正月初期的中午 果然来了个叫赵生的人 但不是从东方来的 然而他的形貌身材 和张道灵事先说的完全一样 张道灵就对赵生考验了七次 七次都通过以后 才把丹京传授给赵生 第一次考验是 赵生来到张道灵的门口以后 门人不给通报 并辱骂赵生 骂了四十多天 赵生在门外就露宿了四十多天 张道灵才让他进门 第二次考验是 让赵生在田里 看守庄稼驱赶野兽 到了晚上 张道灵派了个 非常美丽的女子去见赵生 那女子假装是走远路的旅客 要求在赵生这儿过夜 并和赵生同床挨着睡觉 第二天的美女 又假装脚痛爱着不走 赵生只好留他住了几天 那女子经常挑逗勾引赵生 但赵生始终行为端正不受诱惑 第三次考验 是赵生在路上走时 让他突然看见路上扔着三十块金子 赵生看见后 动也没动金子继续走路 第四次考验 是让赵生进山砍柴 让三只老虎来撕扯赵生的衣服 但不伤他的身体 赵生一点也没有害怕 脸部变色心不跳 还对老虎说 我是个学道的人 从少年时就没做过坏事 所以不远千里来拜师学道 求长生不老之术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呢 莫非是山神派你们来考验我的吗 三只老虎带了片刻就离去了 第五次考验是 让赵生在街上买了十几匹卷筹 付完钱以后 老板却污蔑赵生说 他没有付钱 赵生就脱下自己的衣服卖掉 用钱买来了卷筹还给那老板 一点也没有生气怨恨 第六次考验 是让赵生看守粮仓 有一个人去向赵生磕头讨吃的 这人破一烂衫 面目肮脏 全身生满了浓疮 又行又臭 赵生看见后十分可怜他 甚至流下眼泪 他脱下自己的衣服给那人穿 用自己的粮食为那人做饭 那人临走时 赵生又把自己的粮食 送了一些让那人带在路上吃 第七次考验是 张道林带着弟子们登上悬崖绝壁 下面的石缝间长着一棵桃树 大概有人的胳膊那么粗 桃树下就是万丈深谱 桃树上结着很大的桃子 张道林就对弟子们说 谁能补下那桃子 我就把修道的秘诀传授给他 这时有三百来个弟子 都趴在崖边看那桃树 个个吓得双腿打颤 背上直流汗 不敢长时间看那桃树 最后都吓得退了回去 不敢去摘那桃子 这时赵生说 有神灵保佑 有什么危险呢 何况还有我的仙师在这里 他能眼看着我摔死在山谷里吗 既然是仙师让摘这桃子 说明这桃子一定能够摘到的 说吧 赵生纵身一跳 落在桃树上 身子都没有打晃 摘了一大堆桃子 然而石壁像墙那么陡峭 无法攀登着 回到崖上 于是赵生就在下面把摘到的桃子 一个一个地扔了上去 一共是202个桃子 张道玲把桃子分给弟子们 自己吃了一个 给赵生留了一个 等他上来 大家亲眼看见张道玲的手臂 突然加长了两三丈 伸到桃树上去拉赵生 赵生一下子就上来了 张道玲把刚才留的桃子 给了赵生 赵生吃完以后 张道玲就站在悬崖边上 笑着说 赵生因为心术端正 所以能跳到桃树上 连身子都不晃 我也想跳下去 一定能摘着最大的桃子 弟子们都劝张道玲不要跳 只有王长和赵生不说话 张道玲往下一跳 却没有落在桃树上 不知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弟子们看见四面都是高山峻岭 山顶高入云天 往下看是没有底的深谷 连道路都没有 弟子们这时都吓得哭了起来 只有赵生和王长没有哭 两人议论道 老师就像我们的父亲一样 现在他进了万丈深谷 我们这样活着心里不安啊 说完两个人一起跳下了悬崖 没想到正好落在张道玲的面前 只见张道玲盘腿坐在帐中的床上 他见到赵生和王长 就笑着说 我知道你俩会来的 接着就向他俩传授了修道的秘诀 三天后 他们三人一同回到家中 弟子们看见以后 又惊又喜 后来 张道玲和赵生 王长三个人都是大白天成仙飞升入云 弟子们仰着头看 只见他们渐渐飞入云中不见了 最初 张道玲进入四川大足县歌名山 练成了仙丹后 只吃了一半 虽然没有升天 但已成为地上的神仙 他不急着升天 是为了对赵生做七次考验 以便超度他 在这七次考验中 张道玲知道赵生修道的志向 是端正坚定的